我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我 我去了啊 把休息 早点睡 好啊 孩子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关心啊 咱们就说卓颖吧 从小到大 他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当时不让他考那个公安大学的话 他就一定可以去读这个美国的大学 可是呢 现在女成副业 必须做个集赌警察 连个漂亮的裙子都穿不了 就凭这一点啊 徐东哥 这就是你的失职啊 这孩子小的时候就特别有主意 当集赌警是他自己的选择 杜一 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为什么要做集赌警察呢 您还记得二十几年前那个案子吧 我爸这老毛病啊 就是那个案子受伤后 留下了后遗伤 当然记得这个案子了 徐东哥当时一度有生命的危险 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这么多年了 也一直没什么线索 我之所以报考公安大学 做缉毒警察 就是想替我爸爸破掉这个血案 这样吧 咱们过去的事情呢就不说了 咱们说点未来吧 明珍 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呢 现在啊 国内的经济还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呢 非常具有投资的价值 所以我准备抓出这个机会 做几个大项目 那就是不走了了 不走了 我准备常驻秦都了 那我可要代表秦都人民啊 好好地敬你一杯 希望你为家乡做众献 还要仰仗着哥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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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 请跟着你 快去那首饭 看什么呢 这么好笑 萌萌 萌萌 这小学六年级的学习多重要啊 马上就要小生出了 你还有时间看什么韩剧啊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这次考试都下滑了十几名 多少补课费都花进去了 学习就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我 我关了 好好吃饭 听到没有 吃完饭去写作业 关了 这个呢 我先给你保管 等你考完试以后我再给你 你没有这个权利 原浅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裴正两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你那时候很不容易啊 还得带孩子 还得养家户口 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郑郑跟我一起到了美国 郑郑爸爸就走了 好在他走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一个贸易公司 和一点现金 虽然公司规模不大 但也够我们娘俩生活的 你这事业是越做越大 人的一生啊 总要留下点什么 这次我回到秦都来 做投资也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 其实我和郑郑在美国 过得也挺好的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钱 是为了更大的理想 说得好 郑队 是我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大了 您现在有空吗 现在吗 我想找你谈谈 可以啊 那你说个地方 我现在就过去 好嘞 对不起啊 我有点事 我得先走一趟 阿迪的案子有新情况 卓颖 你替我好好地招待你读仪 好 我走了 好好好 好好好 食材 明珍 请进 请进 坐吧 这么着急找我 有什么事吗 郑队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您在进毒支队干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怎么了 这个工作又危险又辛苦 工资和工作强度 根本就不成正比 您是怎么坚持二十多年呢 正如你所说的 这份工作的确是非常难干 辛苦 估计不到家人 为什么要干 可能是热爱 好 当然了 这个时代说热爱这两个字 是不是很假 很尴尬 没有 如果不是因为我从小有个英雄吗 昨天您问我 愿不愿意加入进毒支队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你 你是不是嫌进毒支队的工作 有苦有泪啊 是因为金正宇 想让我刺激去他等 帮他干 金正宇 就是上次中枪的那个小伙子 对 他是我最好的哥们 而且 他替我挡了一架 他跟我开口 我真的很难拒绝 那你 现在怎么决定的 张队 您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你别闹了 金蓝打人啊 你怎么在药店打人啊 还穿着警服 不 我没有打人 后来药店把金蜂录像给调出来了 这么有事清白的 那个人就是个酒鬼 喝酒喝多了 还在医院里打得夜来点滴 早上醒来以后 酒汗没醒 去看着撒酒 原来是这样 那 那我送你 我但监制 因为我如果 Donc 你给我的 你 我是 我 都 就 你 您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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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別忘了 anomian, Whole居庇伙 ommes入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了 把门关上 是 萌萌 刚才跟妈妈吵嘴了 你怎么可以那样 跟妈妈说话呢 妈妈在外面很伤心 爸爸也很难过 还成天让我做作业做作业 我都快被烦死了 怎么这么说话呢 妈妈让你做作业 那是为你好啊 你看 你马上要小生出了 要考试 压力这么大 你不能把心思一直放在碗上 我难道没有学习吗 我吃饭的时候 看看iPad怎么了 还常有理了 吃饭的时候 看看iPad怎么了 小孩子呀 不能多看这个 你们吃饭的时候 你们可以聊聊 学校的事情啊 他吵啰嗦我学习 就是学习 别的他什么都不懂啊 你看你说的 怎么可能呢 你妈妈 那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响当当的通货呀 这怎么能什么都不懂呢 我跟她说那些 网上的热门事件 她居然不知道 忘了用语吧 她也听不懂 没法交流 龙龙啊 妈妈为了咱们这个家 输出了很多 牺牲多大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应该理解她 你长大了以后啊 一定会后悔的 那也不光是因为我嘛 那不是因为你 还是因为谁啊 特别是你 爸 我 我怎么了 你也有份责任 你成天上班 都没有好好管过你老婆 害得她整天把助力 放到我身上 我上班有一丢丢 一丢丢丢不满意 她就伤心了 这 从哪儿 从哪儿整来的这些歪理啊 不过你说的对 我确实该反省反省了 嗯 嗯 妈妈为了咱们这个家 真的牺牲很大很大 不是为了照顾你 为了照顾我 她要是出去工作的话 她可是 一个响当当的职业女性啊 那她可以去上班啊 做个职业女性也好 我可没有让她不去上班 我可以自己管自己的 我可以去住校的 好好好 那这些事 咱们以后再商量 但是啊 爸爸现在命令你 马上出去给妈妈道歉 乖女儿 给爸爸个面子 好不好 好吧好吧 走 小冒 看什么玩意儿呢 小冒 看什么 老胡 这临锁干嘛去了 好像去分局开会了 怎么让你找他有事啊 他什么时候都回来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老胡 那个啊 今天有事儿 帮我请假了 那你也得写写情假条啊 你帮我写写照呗 你帮我写照呗 来 来了 行街 可可没事啊 刚出业就开始工作 清伤不下火线嘛 对了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准备办理局手续了 这手续一下来 我就正式来上班 怎么着 打算奉我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啊 庞副总裁意下如何呀 基本美意吧 低总监 那就这么定了 对了 是咱们公司的一些资料 还有未来的发展前景 你先看一下 行啊 我怎么啊 昨天晚上没睡啊 这不有伤作吗 睡不着啊 老婆你好好休息一下 干事也多不容易啊 现在有汪副总裁来帮我了 我还用担心吗 那倒也是 不 你坐我这休息一下 快看这酷了 来 坐 我在连登会所 约了投资人喝茶 我得过去了 你带我一块儿去呗 让我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疯道 你才刚才公司 我怕你谈了跟别人抱歉 我少说话过来的 坐吧 汪副总裁 走啊 小心啊 快点 快 Screen 嗨 喂你好 喂 靳总 哦不是靳总 我是他的员工 它人呢 它出去了 手机留在办公室了 我有重要的业务要找他谈 嗯 有重要的业务啊 那您稍等我一下 我把手机给他送过去 好 麻烦你了 好嘞 您好 先生 你好 我想找一位姓金的先生 他应该刚来没多久 那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要不您给他打一下手机可以吗 就是来给他送手机的 那要不咱们一个包厢一个包厢找吧 好 这边请 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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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就是我朋友了 谢谢你啊 你先忙吧 王西街 喂 老王 喂 陈内是我 有哪一回处事啊 处事想通了 不辞职了 继续做警察 没有 我辞职信都写好了 我做警察了 但是我辞职之前呢 想给你送一份大礼 也该到了呀 你干嘛 你干什么 警戒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说要给你送手机 我说要给你送手机 你都咋完了 走 老后去打游戏 这是什么 这 这卷烟的 我问你这到底是什么 阿金 这谁呀 这是我 最好的兄弟 阿金的兄弟 那就是我的兄弟 来来来 你看 玩玩 玩玩玩玩玩 我 这马骨对不对 你过来根本就不是见什么投资人的 你说来吸毒的 阿金 你兄弟他们有病吧 坐下 你他妈的 我去警察 郑宇 你知道吗 一旦染上脱贫 你这辈子就完了 这玩意儿没那么吓人 这事儿 给我报名 千万不能让我的投资人知道 要不然咱俩生意就完了 阿金 别跟他说了 快走 阿金 别动 自己的吸毒啊 我先见 你他妈找人抓我 你为什么要吸毒 我要你 别动 走 金正宇 抬起来 你这个怎么办 叫什么 你负责 你乱 你 target 他 我 我 他 你 他人要 充满兄弟 站住 走 走 冯队 沈你怎么样 就是一般的吸毒 最多年纪居就十五天 他是女朋友 他说我最好的不用了 这事以后 就会再说 其实他被抓来是好事 如果说要是放着他不管 人就彻底毁了 是啊 越早抓到他 对他越好 只不过 如果不是我抓到他 该有多好 我理解 其实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你看 你做了一件好事 你在帮他 要不这样吧 你去跟他聊聊 我也帮你开刀开刀他 我现在 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他 你也不想 shelf 他也不想要进去 我家怎么办 我家老子 他可能不想要 你可能不想要 没事,我可以等你 那行吧,那六点你到我们单位门口 随时待命 好啊,不见不散 我开玩笑的,真哥 你别当真啊,我先忙了 好 谁啊 朋友 男朋友吧 王总 王晴倩 你怎么来了 我要加入进度支队 你昨天不是说 你要辞职不做警察了吗 我现在又想做进度警察了 你开什么玩笑呢 你把这儿当什么了 公安局是打零工的地方吗 出去出去出去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走了 啊 为什么呀 为了你的好哥们金真宇 郑队 您告诉我 郑宇,她有没有可能接到东宇 这种可能性很小 社会上的情况你也了解 这整天喊着 要去戒烟,戒酒 甚至还有减肥的 有几个能成功的 说白了 就是要坚持 有一句话 你听过吗 一次吸毒 终身戒毒 我真不知道 是谁引诱这种吸毒 是谁卖给她毒品的 郑队 就让我加入进度支队吧 我一定要亲手抓住那个混蛋 汪行姐 你也是警官学校毕业的 青年警官 对我们公安部门 应该了解 我们公安部门 不是你想进就能进 想出就能出的 再说了 你看看你现在的这种情绪 时下你做的任何决定 你能负得了责任吗 郑队 我已经讲清楚了 这就是我最后的答案 郑队 港东分局 发现有人连续几天聚中吸毒 正准备抓人 问我们要不要派人过去 当然要去了 那这样吧 这次行动 你跟张仑仪一起去吧 郑队 你真打算让他加入我们 怎么着你有意见啊 参加完这次行动之后 等我们再上来 喂 郑队 剧重吸毒的三个人 已经被我们抓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 女毒贩家里搜查 看看她有没有私藏毒品 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 终于 没事 小妹妹 小妹妹 你们是谁 我们是警察 你是警察是不是 喂 你们是好人 我不怕 小妹妹 你怎么在柜子里边啊 我妈妈几天没回家了 我怕又回来了家里 又躲到衣柜里了 几天没回家啊 那 一直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吗 不 不 不 你干什么去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 小妹妹 乖啊 没事啊 妹妹 吃了呀 吃了 慢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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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喝水 来来来 别噎着 我说 你有点纪律性行不行 你不管要做什么 都要先进会我同意 那我现在想上厕所 是不是也让您先批准再去啊 你 小姑娘的母亲吸毒了很久 经常一出去就是好几天 她妈也没个工作 根本不具备 抚养女儿的能力 那她的爸爸呢 吸毒过量 死了 小姑娘我们已经送去福利院了 如果我们再晚去一两天 如果我们再晚去一两天 小姑娘 恐怕会被活活地饿死 昨孽 幸好我们及时抓住了这个吸毒的女人 否则的话 又会酿着残祸了 毒品 差点把她变成杀人凶手 杀的还是她自己的女儿 王星剑 我记得你问过我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忌妒战线上工作 你当时说是因为热爱 是 我当时说的没错 非常非常的热爱 而且还好奇 我成天想着 要去做缉毒警察 要去办案 要成为一个大英雄 对 我当初靠警院当警察 你是为了这个英雄吗 可是 这么多年 缉毒工作做下来以后 我发现并不是这样 它真正的意义 在于能够拯救更多的家庭 我们这份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英雄 而是为了阻止毒品 去祸害更多的家庭 太好了 你能明白这些 我就放心了 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禁毒支队 不仅仅是为了金正宇 您的意思是 同意我加入进入支队吧 谢谢正队 傻愣着干嘛呢 总总吧 什么时候 带我去办肉质手去啊 干什么啊 注意点儿 王欣姐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问你 张队 还有什么事啊 你涉嫌所惠的事 你还记得吗 张队 您得帮我洗情冤屈啊 亲者自亲 着者自着 咱们 让事实说话吧 来 我说你们啊 群策群力 小王 你被诬陷的这个详细情况啊 跟大家说说 哦 我说的是细节 张队 我还要写一份报告 我先走了 这事我本来就没想跟你说 那正好 来 卓妍 坐坐坐 坐 你说吧 那天晚上 我和派出所的老胡去寻夜 干什么的呀 跑什么的 老师 我问你为什么要跑 我早上偷了别人一个钱包 偷多少钱 脏款放哪儿了 没有多少钱 我都花完了 钱包呢 我这垃圾桶子 快点 老实点 哎 小王 行了 这刚寻几天夜 今儿就抓鱼贼 为了抓这小子 我执法记录一都坏了 走 你小子 好好想你自己点事啊 换所有的我再好好审计 事儿吗 说 哥哥 到底干什么了 金哥 我可是把所有钱全给你了呀 你还说帮我摆平这事儿呢 怎么现在还省我呢 不是 你小子敢诬陷我 我一锅给了他两千块钱 都在他包里呢 不是老胡 这包的钱是我自打的 我问别人借的 给我爸妈买按摩一用的 后来啊 老胡就把这事儿上班给了所长 这更点备的是呢 那段时间我确实表现挺差的 这所长啊 早就对我有意见了 所以啊 虽然这件事情 他们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在我们所长的心里 我的嫌疑是非常大的 这后来呢 就连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大家想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吗 小偷为什么突然就改口了呢 嗯 终于 你呢 咬咬眉目了 你别逗了 我这当事人都没有什么想法呢 你怎么就有眉目了呀 时间不早了 我呢还要去开个会 喂喂 你跟我去吧 我也去啊 对啊 那小汪的事儿怎么办 小汪的事儿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不是有着影吗 我 正对正对正对 你别聊他一个人呀 他对我有成见 他肯定会复引了事的 放心吧 我不会复引了事的 我一定会找到你所会的证据 不正对你听听 你听听 他都什么态度呀 你知道该怎么做对吗 走吧 正对正对正对 正对正对 去分局干嘛 没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 有 我是把你叫出来啊 想给他们俩 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 让卓颖单独保证 为什么 你说战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任默契 对啊 他们俩有吗 他们俩呀 像上辈子的冤家 所以啊 我想给他们个机会 让他们相处一下 看看能不能培养起来 信任和默契 明白 正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让你帮我 我还是靠自己算了吧 好吧 那你有什么头绪吗 说的你有头绪似的呀 天气预报说 再过两个小时 就要下大雨了 建议你抓紧吃鸡 什么意思啊 一旦下雨 你这所惠的证据 可就要消失了 什么跟什么呀 这证据跟下雨有什么关系 爱信不信 你跟我说说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线索 建同学 你这是在求我吗 就 就算是吧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我求求你告诉我 不走心 出来 我求求你 听听听 请微笑 我求求你告诉我 到底发现了什么线索 我求求你告诉我 这位建同学 您这是要吃了我呀 行吧 既然你这么不成心 那就算了 反正被说成所会的人 又是我 行 我告诉你 我汪行健做了端行的证 就算被冤枉 也绝对不会再求你了 我亲爱的张警官 你告诉我吗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证据吗 这还差不多 走吧 带我去你抓小偷的地点 不是 你还没告诉我什么原因呢 别费劲啊 别费劲啊 这条路我来回走了好几次了 垃圾桶我都翻过了 什么线索都没有 我那天就是在这儿抓那小偷的 他一块儿滚到那绿化袋里边去了 这儿还有打斗的痕迹 啊 证据果然没了 你干嘛呢 你把泥修呢 哎 你别装是弄鬼了 到底是什么证据啊 好了 我们走吧 什么情况 这就完了 不是 张忠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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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队 土算那么的证据啊 张忠仪就是在捉弄我 他诚心不想让我调过来啊 你是不是属猴子的呀 猴急猴急的 站好 不是 郑队您就亲自出马吧 要不是半点证据都找不到了 郑队 检测报告出来了 郑队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结果 检测出甲基本饼胺的成分 甲基本饼胺 这不是冰毒吗 不是 这 这图里怎么会有冰毒啊 我明白了 那小子根本就不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个毒贩 刚刚谁说这泥土 不算证据 必须算 来 看来那天晚上啊 那小子身上携带了冰毒 想要当面跟人交易 突然看见我来了 约我要抓他 所以他转身就好 后来在跟我扭荡的过程中 他顺手把冰毒扔进了硫化袋里 后来他发现我只是例行 后来他发现我只是例行 证据业 并不知道他在贩卖冰毒 所以就谎称自己 偷了别人的钱包 这爬窃罪可比贩毒钱多了 为什么人家会诬陷你所会罪 你想明白了吗 还是老胡有经验